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两年后 我爸再婚了 继母叫李兰 我一直喊他阿姨 爸爸没有高学历 也没有出色的手艺 一直在工地上干活挣钱 无论严寒酷暑 早出晚归 毫无怨言 虽然他没有大本事 但是他很爱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一家三口也能清贫而幸福地生活下去 然而 我十岁那年 爸爸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他骑车去工地途中 栽进了一条大河里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从那以后 我成了真正的孤儿 妈妈不要我了 爸爸去世了 爷爷奶奶早就说过让我离他们远点 不要去烦他们 办完丧事后 我提着书包从学校里回来了 我知道我不会再有机会上学了 甚至有没有一口饭吃都难说 没想到姬母看着我一脸惊讶 她问我提着书包跑回来干嘛 听我支支吾吾地说完 她哭了 她摸着我的头说 我是个苦命又懂事的孩子 姬母把我转协去了寄宿职学校 她严肃地告诉我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以后生活学习上的事我都必须自己解决了 因为她要出去打工挣钱 从那以后 姬母就去了南方打工 她给我办了卡 每个月按时给我打钱 她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我的生活学习情况 督促我努力学习 但是为了节省路费 也为了多干活 她每年只在过年时回来一趟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上大学 我非常争气 考上了她打工那个城市的一所重点大学 报到那天 姬母早早地到火车站去接我 帮我拉着行李 提车包 陪我一起去学校报到 她比我还要高兴 我打去姬母说 哎 咱俩再也不用过两地分居的生活了 姬母笑出了眼泪 大学毕约后考虑到各方面情况 我回家乡找了工作 我把姬母也带回了家 不让她在外地打工了 姬母也很乐意 她说在外面虽然能挣点钱 但毕竟不是家乡 连个能聊天的熟人都没有 回来后 姬母也没闲着 她在街上摆摊卖起了水果 说要给我存嫁妆 工作三年后 我谈恋爱了 男朋友家在距离我们家一百多路的省城 一百多里路 也不算远 男朋友人踏实靠谱 姬母也很满意 谈了一年多恋爱 各方面都挺合适 我们便准备结婚了 为了方便 我们决定在省城一家大酒店举办婚礼 为了准备 我们在酒店订了房间 我头一天晚上就住进了酒店 姬母说她第二天要接待我娘家亲属 然后带大伙一起来 便留在了家里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安排车去接她 可是等到十一点她还没有来 我们的婚礼安排在十一点二十八分举行 眼看着时间就快到了 姬母还没来 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更让人着急的是打电话也没人接 正在不知所措时 我电话响了 一接听 竟然是邻居用姬母手机回拨过来的 挂了电话 我把事情告诉了老公 没想到老公二话不说 就宣布婚礼暂时取消 原来 姬母刚出门就晕倒了 邻居和亲朋们已经把她送到了医院了 邻居在电话里说 应该没什么大碍 就是操劳过度 让我们安心举办婚礼 但是老公还是立刻取消了婚礼 带着我直奔医院去看姬母了 老公说 我知道她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她不在你 肯定不能安心 婚礼我们稍后再补吧 我浑着眼圈点了点头 老公说的没错 她虽然是姬母 但在我心里比亲妈寒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